哈囉 大家好 我是Amy 這一集呢 我要來教大家製作聖誕花圈 那在一開始呢 我先跟大家說 我們12月的課程呢 都已經滿班囉 非常感謝大家的支持和報名 那今年呢 我覺得很開心 是因為我看到很多的熟面孔 有很多去年跟之前上課的同學 有在回來報名上課 那同時呢 也認識很多新同學 那因為其實今年呢 是非常煎熬的一年啊 那我也希望說可以藉由聖誕節這個歡樂的氣氛呢 來和大家一起度過最後的Happy Ending 那其實陸陸續續還是有很多同學呢 一直在問說 老師12月還有沒有在開課啊 因為畢竟我開課呢 是小班制 主要是要控管教學的品質 那沒有關係 我今天呢 特別呢 錄了一集youtube 希望大家 學到聖誕花圈子的製作 這一集呢 我會教大家 怎麼製作花圈的基底 下一集呢 我會教大家製作聖誕花圈 它的裝飾物 怎麼設計以及擺放 所以千萬不要錯過Amy的教學影片喔 好 那我們這一集呢 要準備的材料呢 有你喜歡的花圈大小的藤圈一個 還有我們要再綁花圈的銅線 還有準備我們的樹枝剪 以及花藝剪刀 那今天要使用到的基底花材呢 有雪松 然後扁薄 金黃色的扁薄 它的葉子呢 是扁扁 有點金黃色的 然後還有我們的黃金薄 它的紋路跟扁薄呢 會有點不太一樣 它有點捲曲的感覺 仔細觀察 會發現它們不同 好了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製作囉 好 我們一開始要先整理花材 那這個雪松呢 有非常多的分支 拿起來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我會先觀察一下雪松 然後很多的分支 很粗 那這時候我會拿起這個 樹枝花剪 我會先把這些樹分支呢 都先一一的剪下來 記得拿剪刀的時候 手跟剪刀要拿遠一點 不要拿太近 剪下來的雪松呢 它大概呢 長度我可以預留 大概約一個食指 多的樹枝給我修掉 大概是一個食指的長度 太長的我就直接把它對半剪 扁薄在拿起來的時候呢 一樣觀察一下它的分支 它還有很多細細長長的分支 那我一樣一開始的時候 我會先從分支 直接先把它剪掉 它比較粗 我一樣拿起我們的樹枝花剪 好 慢慢的 小心手 不要去剪到 因為畢竟它們這種 比較物狀感的花材 有時候手指頭藏在後面會看不到 也是跟剛剛的雪松一樣 可能是差不多一個食指的長度 剪完差不多是這樣子 差不多是這樣的長度 然後可以看一下這個黃金箔 它的生長的方向跟扁薄很不一樣 因為它的很多的側枝 是最下面這一段是沒有葉子的 所以我們剪掉的時候呢 還必須要再經過修整 怎麼說 它剪掉之後你看下面還有這一段是沒有葉子 所以我可能要稍微 我要稍微把它給修短 因為沒有葉子的那一段呢 是我大概用不到的 好 這時候呢 拿起我們的花圈 我們的藤圈 準備要開始綁花圈囉 然後我先在藤圈上面呢 先固定固定好 那一開始的時候呢 我會先挑選 分量稍微比較濃密的雪松 當作是鋪底基底 花放的方向記得喔 它的生長的順序跟方向都要一致喔 這樣擺出來的花圈呢 才會是一個圓形 然後順時鐘的方式這樣子 然後呢再抓一點 這個黃金箔 抓完之後這樣子 一小份素材 我們要開始用捆綁的方式 我們在剛剛下銅線的地方呢 把剛剛的銅線蓋住 然後壓著 然後呢 由像這樣子 一開始 往外綁出去 記得要用力的拉緊一圈 再一圈 那再來第二份呢 一樣一致 但是我可能可以比比看 等一下這一份上去的時候呢 跟它前面這一份雪松 也沒有一個交錯 它有層次的感覺 記得我們下一圈要下去的時候呢 要把剛剛下的這個 看到銅線的地方遮住 然後把它覆蓋上去 把它給綑綁起來 拉緊 然後再一圈 至少放個兩圈 這個鋪肌底最大的概念呢 是要把這個藤圈給遮住 然後讓它看起來是個 魂圓的一個圓圈 就說是來自稱之間的 跟它們呢 也有為了 好吃 是個小放入 高麵 還好 像小麵 也一樣 要進行 就當而在火鍋 可以 trips 就去把大火 一個一下寶寶 都很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用你自己的方式 我是把它直接融合在这个藤圈里面 直接把它固定起来就可以了 我们机体的圣诞花圈就完成咯 那我们下一集呢 Amy要来教大家 怎么样在这个圣诞花圈上面的装饰物呢 做布局以及设计 千万不要错过Amy下一集的影片哦 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记得订阅我 并且要记得开启小铃铛 那有任何的问题呢 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哦 那我们下一集见咯 千万不要错过我咯 拜拜 所以小果实呢 看似好像 好像随意放就好 但其实它是 小小兵功不可没 因为它是沟通大花跟大花之间的桥梁 看起来呢 才会更有衔接感 有没有 更有衔接感 对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